嗨 嗨 我們要去聚賢堂的時間 Manda 你怎麼回歸了 你怎麼這麼說 Manda 什麼事 我也知道什麼事 今天又很棒 另外又跟飲食有關 對呀 所以我怎樣都要等董燒公子回來做這一集 很開心 請來來自於Ice Kitchen的Elizabeth 她是從加拿大回來 基本上她在私房菜部分 以我所知 尊重一些很好吃 很複雜 外面如果計算成本 計算時間 很多地方都 不喜歡做的 但你喜歡吃東西的人 專門找一些 又好吃又繁複的 所以就一定要請她來講一下 讓大家了解一下 第一件事先懂得找食 對呀 你這樣的消防菜 其實香港的生存空間又會怎樣 business model 怎樣 生意是怎樣做的 專家介紹 讓你和觀眾去聊聊天 好呀 我是Elizabeth 我是經營一個Cooking School 加私房菜 我通常是一個Cooking Studio 因為不只是局限上課 學煮食 又或者只是來吃飯 任何模式的Party 我都可以 搭配客人 幫她做她想玩 那一晚的流程模式 譬如一般私房菜 吃完就離開 那她的私房菜是怎樣的呢 可以學著來 又自己煮菜 然後又吃奶 這樣的情況 所以有時就變成多功能 我不肯定這樣 是不是令到 你的生意模式 甚至乎客量都會有提升 因為只私房菜 然後離開 可能未必會這麼容易 可以儲得更多客人 因為我在Facebook見過 連小朋友都可以開班 親子班 可以分享一下 形式 大家想到的 一般都是吃飯 但是親子班 那一類 你的行業模式當中 會寬闊得很大 其實有一個空間平台 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食物 有時都要跳出一個框框 因為可能有些人想 她做Cooking School 真的只是做Cooking School 她只是教班 其實是會有規限的 老實說 這個business model Cooking School 其實並不容易去經營 很多人喜歡煮 但是你怎樣把你自己的Cooking School 帶出去給街外人認識 這是一個學問 但是如果你只是做Cooking School 可能變化不夠大 其實有些人只是喜歡吃 是不喜歡煮的 我都有遇過一些客人 去報名參加Cooking Class 然後來到 保持觀望態度 在桌子的三步以外的距離 一直觀望 然後同學邀請她來 你試一下煮 我看就行了 然後吃的部分 她就會回來吃 這是很完美的糖邊殼 沒錯 沒錯 是自助BBQ的朋友 對 不懂得吃的東西 我看到有些客人 其實他們是喜歡吃的 未必真的喜歡煮的 然後就開始 有人問 可不可以包場 當然可以包場 然後她說 不煮可以嗎 可以的 看我煮 就像是廚房菜 那樣的形式 我不是說 吃私房菜 通常也是我的特色之一 吃私房菜通常是怎樣 好像一個consultant的形式 你每次來我玩之前 我和你consultant半個小時 即是互動的 互動的 因為我要知道 究竟你想要什麼 第一 吃什麼 因為菜式很廣泛 因為我不是設定好 A B C 餐給你選 你要吃什麼 我就因應每個客人的需求 和要求去做 可能無端端有個客人 就告訴我 我們就不吃牛 我就縮窄了一個範圍 因為你知食物很多 豬牛 羊鴨 雞 海鮮 你吃哪樣 有什麼不吃 可能無端端就說 我有一個朋友是吃素的 要去處理 我們就要想一下 因為西餐不同 中菜可能十幾碟菜 你總有幾碟適合吃 西餐我們設定一個菜式 可能三個菜式 五個菜式 這樣下去 沒理由 主菜是牛扒 叫他不要吃主菜 就算了 我們也不敢這樣做 我一定要和客人溝通 究竟你需要什麼 然後我再推薦 要試吃什麼菜式 也有很多要看的預算 所以我都做很大部分的客人 他們是做一個包場的 就是私房菜 但是因為我本身 我整個設計都是一個 Cooking School的設計 所以我不是躲在煮 我就是在大家眾人面前煮 所以有點像Chef Table 你可以一路看著我煮 一路吃 也可能當中有一些朋友 他會來問一下問題 這是什麼 然後我說牛扒 牛扒怎麼處理 我經常煎到它熟 牛扒 我經常煎完 還有很多血流出來 很多這些疑問 其實對於我來說 這些互動是好的 因為可能他只是 有一個人來預約了我的地方 就聘請他的朋友來吃飯 但是他的朋友 對煮食引起興趣 他都是我的potential customer 他將來可能 他又去報一下Cooking Class 他又來上課堂 所以每一次的活動 每一個活動 我去做 其實裡面都有 引生另外一些potential customer 但這種經營模式 變成你那個時間濕力 花給別人很多 對 對 你跟普通私房說 自己地方煮完 喜歡就吃不喜歡就算 那種 令我好不同的玩法 對 所以 所以 變成你那個定位 你不是要抹高一截 你才能賺回 即時想到這件事 所以 我的定位 我都會做 順便想做一些特別的 即是節節的菜式 對 一定要做精緻 對 即使不是精緻 可能別人不會做的 又或者別人沒有想過 會這樣去做的 至少自己家裡 不會發心思考 對 例如 有些朋友 他們是吃素的 吃素 吃來吃去都是什麼野菌意大利飯 即是你去十間餐廳 其實十間都是吃這個 素食 有沒有其他的菜式可以做到給他 大家都是做素食 但是可以豐富一些 開心一些 其實除了野菌 我們做意大利飯 其實我們想想 南瓜也可以做 或者我將一些東西轉化一下 剛才之前都有跟Amanda提過 那我就說 例如有些大家很熟悉的素食材料 即是Superfood來的 Quinoa泥蜜 很多人吃過 放沙律 泥蜜 在我來說 是我的fake meat 是我的代肉 我可能可以在一些 譬如肉醬意粉 你不一定要特地去買一些素肉 其實泥蜜 其實本身散開了 已經很像碎肉 口感的質感 所以譬如肉醬意粉 我將泥蜜 來代替就可以了 又或者我做了一個 中式小小的 一個淡淡麵 平時掃淡淡麵 出去是怎樣 沒有肉就是 一片醬 大家都吃過 是一個花生醬撈麵 其實基本上 我將泥蜜 加進淡淡麵的醬 其實你吃下去的口感 又有一粒粒 好像在吃肉碎一樣 裡面加一些花椒油 香味都可以做得到 其他食物很不同 像你所說的 你一入手 起碼硬件 就是Cooking School 不是只是住宅單位 變成你的形式 類似Citchen Dining 沒錯 現場都可以好糊 沒錯 變成你的定位高 其實食物很變化 而且問題就是 這個角色 我亦相信 不是每個廚師 都會這麼懂得說話 而且一邊住的時候 你會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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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回答你 對 一來你有這樣的表達能力 先 以來就是耐性 因為始終是教導人 即是在學校 你本身的定位 都是很願意的分享 其實那個互動是自然多的 起碼你平時煮食 你會躲在廚房裡 在廚房裡 出來說 好美味嗎 然後進去 可能好美味也不會 可能它多了 除了食物 除了內容之外 它這個人 我了解多了 你變成回來 經驗都多 應該是說 剛才和你所說 類似Citchen Dining 那種氣氛是很不同的 一盤生意 不只是說 我買了一件食物 就算是那種 不行 整個氣氛本身 都是產品的一部份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在於有些廚師 以來真的 是Commercial Kitchen 那一種 躲起來 為何不見人呢 因為他做到滿頭大汗 沒空氣 即是他要很準確 要準時煮這麼多 出來的學生工 直到你煮完飯 就握手也沒什麼所謂 要睡覺 法國人是這樣 他不會理睬你 問題是你的Citchen Dining 其實有些很Canadian feel 我看過 在開廚師的那些 因為我就是 我不是Cana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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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種類似的 是一種類似的市場 對 香港很少可以的環境 大廚房 開放給你一班人 但加拿大有 一起去畫 一起去煮飯 加拿大的特色就是大 大是怎樣才能用 不是你當時一人大到拍攝影無形 你可以把他的概念轉化 成為一個Lifestyle Marketing 這是一個很值得學的一件事 即是你不單是吃飯 就是那碟飯 而是整個Process 你會否參與 有沒有活動 其實是一種很過癮的Lifestyle 很重要 因為 你來之前 有聊天的時間 在加拿大的生活中 他們有的是時間 所以每一件事 優閒一點 因為生活上 每一件事的鑽研 會深度多過 香港很忙 可能帶了另一個 也不一定的 加拿大我認識 有很多人 有很多時間去做 很老土的 Cheese Macaroni 但你一定明白 Mas and cheese 做得很好吃 都是惡紋 對 做得很慢 一顆Carf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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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因為生活的 有 可能是天光天黑 很久還可以做 因為到分傳 這件事 在香港的朋友來說 很奢侈 對 變成了 你可以營造環境 當然有些 本身的加拿大人 很高興 回家 很舒服 但有些可能 不同地方的人 他可以感受一個新的模式 可能都是一個新的市場 或者你多個經驗 給其他人 只不過我有一個問題 想起了一個情況 就是 如果是一個這樣的風格 當然地方是沒有變的 但是 是不是只有你一個導師 兼廚師 還是你還可以有兩三個 而差不多的風格 因為很坦白說 雖然是私房財形式 但始終都會有機會病 或者放假 而你都會經營造的 你有沒有這樣的部署 或者有這樣的夥伴 其實是已經有 因為一開始做這個行業 當然 我未自己去開一個 烹飪室前 我已經有教 之前已經教了四五年 才想想 因為未必別人的地方 可以滿足到自己的需求 一定是自己的地方才能滿足到 一開始就是 一個人都不可能 一個月三十一天 三十一天都做事 這是不可能的 有閒慣 但是租是要交足三十一天 沒有得我做不到 業主減十日租 這件事不可能 當然一定要有其他人去做 還有不同的處 就算大家都做西餐 西餐有很多範疇 大家擅長的東西不同 可能有不同的元素 我也有其他人去教 甚至是一些日本廚 泰國餐廚 德國廚 也有機會找到這些人去教 或是做一些特別晚餐 一些特別晚餐 當然 那個多元化的多了很多 我去找那個地方 找食物 應該就是 Elizabeth的設定 她想到這件事 你是先調成硬件 真的做了一個教育廚 變成教育廚 變成教育廚 內容可以容易變成 例如說 這個季節有一個主廚 限定的 限定在這季節 她會在這裏 和大家分享 我經常說 是比較像 生活風格推銷 對 一個小的市場 或者小的商場 因為這間很流行 某些品牌 他就是來的兩個禮拜 一定要來 有些人可能 地方沒有變 但習慣上來試新的 久而久之 其他類型的時間 或其他商場 也有多些機會 有不同的舊客 我想餐廳 有舊客的基礎 是最安全的 對 其實是 是的 因為這樣說 就算我自己有些熟客 如果他沒有理由 他這次來到 看到又是你 可能他已經 都很喜歡我教教教育 他都很 certified 整個教育的經驗 但永遠有人想 學新的東西 是 有時 他已經跟了我十堂 來到 又是你 如果丟著我 是一個顧客 我也想嘗試不同的東西 另外就是 你自己的地方 因為你自己 用了二十小小用 吃飯會有二十小小吃 因為你有教育課 你可以time share 例如說 有些很過癮 專門教點 設一個brunch 也有 或者下午 教人做咖啡蛋糕 都可以用得到 所以為什麼 引申了 就會有小朋友班 親子班 很有趣 教煎pancake 真的有的 香港最流行 教小朋友做最安全 pancake 又不會做壞 一來 還有二十多種 醬汁 又不會怎麼混 不會有事 沒錯 分章又不需要處理 分章又不會有意外 至少可以碰火 可以攪拌一下 自己覺得有參與 其實就是這樣 對 經驗很重要 因為其實大家 很理解到 無論我cooking class 私房菜 基本上都只能在晚上進行 你入口 我不是說沒有 你入口 你入口 我不是說沒有 因為入口 除非有一個情況 可能有些客人 他們不用上班 可能他們是家庭主婦 要看客人 看客人 看客人很忙 陰空 又要去美容院 要去做 媽媽也不忙 其實不是他們不學 他們都喜歡日休的時間 因為晚上始終留時間給你公開 我自己也有小朋友 我也明白 但始終不會是這麼多 如果我租金也是這樣 我一定是租一個地方 一定是租一個地方 一天24小時 一個月30天 如果只能用到夜晚的時間 那天天要做什麼 其實沒有可能 完全擁有所有日間的時間 但我都可以想一些事情 可以做到 例如星期尾 我真的可以做一些親子班 又或者hi-tea-class 可以做一些精緻的甜點 另外一個很大的招勵 就是小朋友的活動 我本身在加拿大 做了很久 我會做一些英文的烹飪課程 所以對家長來說 這件事挺吸引 可以做一些親子工作坊 爸爸媽媽和小朋友一起煮 又或者純粹我提供一件事 媽媽很喜歡的 就是大家自己 可能組了一群媽媽 就來放下孩子 然後媽媽就去喝茶 然後小朋友就去煮食 小朋友就去煮食 三個小時後 三個小時候 喝茶剛剛好 三個小時候 三個小時候 來接小朋友 他們就來做東西 所以我不是單止親子 只是小朋友的班 我也有做的 可能給他們玩 可能搓薄餅 自己給他們搓麵粉 放他們自己喜歡的材料 一些大一點 可能手做的pasta 比較他們怎樣煮 怎樣做醬汁 再延遲一點 再延遲一點 可能給他們做焗扒 例如雞扒 怎樣去煮 或者pasta 怎樣去做醬汁 這些類型的風格 這些類型的風格 這些大一點 即是可以 給他們不同的季節 都有不同的事情做 因為那個生育會很不同 因為我印象最深刻 是一家科 所以小朋友的親子 也可以很重要 因為我法國讀書 所以變了有一次 就跟朋友在香港吃飯 說起 不如做個沙拉 然後大家很明顯 就是那些人現成的 法國小朋友 第一次反應就是 哪些材料在哪裏 自己整張 很難的 完全不同的樣子 所以整個 整個生育很不同的樣子 這可能不夠事賄 就是想一些很溫馨 他要問你 有一件事 令到媽媽 死人想想 偷小朋友去上課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小朋友 你琴其書話 就當作必備 是 但他考學校的時候 他的策略 策略 比我們的策略 其實策略鋼琴是不算的 因為人人都不算 有一件事 很多人都忽略了 他自己照顧自己 那件事沒有人出策略的 但有一件事 可以出到策略的 例如Pizza比賽 有比賽 有分級 即是電視器 最近的小廚神 類似 不用加到這麼大的規模 總之一張櫃子拿出來 你媽媽一櫃子拿出來 然後拍照 跟我們的Chef拍照 這些很重要 這是天才小廚師換軍 或是天才蛋糕師 因為他還要加上 還有Language 然後再加上去 即是同一時間 即是同一時間 現在國內反而更瘋 香港的錢是比Cooking School 比Cooking School貴 是教了小朋友 Table Manna 其實我有做的 我做暑假的時候 有做Cooking Class 加Table Manna 即是最基本的 餐隊擺盤怎樣擺 怎樣用 教了小朋友怎樣喝茶 沒有失禮人 這些很重要 其實這些禮貌的東西 好像有段時間遺失了 即是有些基本的東西 即是西餐河 即是以前喝茶 這些都不見了很久的那種 中式都不敢這麼說 西餐的餐桌 餐桌餐廳才不學 那些應該是乖乖的 只不過是令他們再乖 對這麼小的小朋友來說 我會教他們最基本的怎樣用 可能怎樣拿 可能他們都未必知道 那個基本餐具 他們擺在哪裡 可能是不用拿 可能已經切好 他們看見他們不需要怎樣切 因為那些東西已經分碎了 很多人去考學校上 所以有一個虎媽 提醒那些虎媽 是很愚蠢的 以為是苛烏秘節 做直升級駕駛 真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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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不是真的死在面試 在面試之前 他放在你一邊 在待室室 其實是在那裡盯著 你有沒有禮貌 乖不乖 他真的放一些玩具 給你玩 你會不會和你分享 甚至吃茶點 他就看你的桌面 很重要 一跌落地都會拿回 吃得亂大 一定不收 因為你沒有自理能力 會影響其他同學 所以有很多虎媽 不知道為什麼考名校 考不到 有很多人會搬到名校 住在旁邊 天天對住 都考不到 即是背了三百條問題 都考不到 沒用的 很簡單 你去面試的時候 忽然之間 有些什麼 問我後面的姐姐 好笑 然後問我後面的姐姐 是的 我試過小朋友 很簡單 我送份禮物給她 我叫她開個盒 你看她的下意識 是這樣的 因為平時 姐姐坐在這邊 下意識是這樣 我看著她 她說別人幫她開 我自己試一下 她才 嘗 你不是死了嗎 那一刻我又覺得 不是 有這麼簡單的動作 只不過是在盒裡開那個膠紙 開 但她的下意識真的很厲害 所以你那個Cooking Class 也好親子班 其實不只是說 是否聽話 要反過來 現在有很多 因為你是獨自家庭 她沒有社交環境 她唯一的社交環境 就是有姐姐幫她錄杯麵 所以她有社交環境 你給她一個環境 一起玩很重要 所以我暑期的時候 不是平常持久 暑期的時候 我整個好像BOOT CAM 我安排了四課 至六課 給她來 每課完後 她們要自己去收拾東西 我不是叫她們去洗碗 但你們自己去收拾東西 拿去升盤 你太小時候 我叫你洗 其實你洗不到 你拿不起那些東西 但你吃完自己的餐具 要懂得收拾 收拾好 放在升盤 這些基本的治理能力 不要說是自己自我自己 找快報抹一下桌子 基本的治理能力 那次我在幼稚園 小朋友在幼稚園 小朋友吃餐的時候 她的真餐具 那些媽媽也很害怕 打爛怎麼辦 哪些家長 認識香港的家長 香港的家長 那是正常的 那些師生怎樣回答 那是正常的 打爛東西是正常的 他學會怎樣為之打爛 原來有聲音 那不是膠 那是越早知道 其實是相對地 因為你是看著她 都會自己知道 到你真的看不到 你大了之後就知道 她不會受傷的情況下 她會面對這件事 所以變成為何說 生活風格 比你只說F&B 其實在加拿大的廚房 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功能 你沒有留意 你那個Gathering 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功能 所以說你怎樣跟她相處 分工合作 怎樣互相照顧 照顧自己 其實很多事情在那裡發生 很多事情沒有留意 真的 因為香港的空間 是一個優惠 變成有可能 根本沒有辦法 有一個Kitchen 你都沒有辦法開放它 你沒有辦法開放它 你以前都說 想家裡吃飯 那一家 萬家出家 那一家 那一家出去 另外就是 有很多事情 是你不能全放手 給你姐姐做 變成你根本是detached 你跟生活脫節了 所以香港的小朋友 有一樣先天的弱勢 真的 你怎樣有錢 都說你很弱勢 就是在於 根本沒有辦法 有正常的社交活動 沒有正常的生活 所以 來到Cooking Cast 其中一件事 訓練就是分享 因為 老實說 搭配薄 我沒有可能 每人給你一盒麵粉 為何呢 你做完出來 不要緊 其實我的意思是 麵粉不是很貴的材料 你做完給我吃完就行 不可能 你不要讓我送去將軍澳 我對食物很treasure 不要說便宜貴貴 我們都不應該去浪費 所以 所以 我可能會一群小朋友 兩三個 開麵團 一起開 一起 分工合作去拆 到最後 你自己做 你自己 可能你自己做 你自己做 但你開麵團 一定是一齊 我沒有可能 一盒仔麵粉 是拆不住的 不可能 所以大家就分工合作 很多時候會看到 一些 又是有姐姐 湊開的小朋友 就會覺得 他不讓我拆 我可以做 我可以做 你要跟他分工 你就落三分一水 他又落三分一水 你要這樣 其實是在分工合作裏 看到怎樣去禮讓 share 其實大家的成品 最後都是大家分享去用 所以訓練他們 一起去這樣做 我都有遇過一些苦媽 問我為什麼不預備一模 一人一份 其實這件事是不實際的 因為第一人一份 是做不到 你太細分 根本就不可能做 你不可以拿兩隻手指 很細分 很細分 你一定要有一個份量 我去量度一杯水 我量度不到四分三 又二分一杯水 那是不可能 你是不是有 12年是全部有份量 我一定要照這樣 大家去分工 分組合作有什麼好處 就是大家懂得去分享 因為很多是一個小朋友 就算我家裡不只一個小朋友 可能生兩個小朋友 真的會請兩個姐姐去照顧他們 有些家長 他會問你這個問題 他平時一定是這樣 就是他自己是傻 還有問題是 如果他沒有想清楚 你在你這麼小的時候 已經習慣分開 但對不起 去學校一定會做項目 甚至乎 現實世界不是這樣 其實應該是小朋友 自己懂得去分工 不是大人去規定他 你就是三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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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 問題是現在有很多小朋友 因為直升機家長 控制了 所以有很多時候 不要叫媽媽自己走開 一起參與 因為要學習的 不是只有小朋友 很明顯那些很難得 你明白嗎 其實是兩體 我覺得親子有親子的好處 可能是歲數不容 媽媽離開了 有時我比較能控制到局面 為什麼呢 你可能遇到有些媽媽 會教他們 有些媽媽 真是苦馬 捍衛我 捍衛我兒子的權益 那樣不能斷 不是 就是捍衛我兒子的權益 我沒有 老師這個我沒有 老師這個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想到很煩 其實反而 招呼家長很煩 有時家長不是這樣 就是要接受教育的家長 我控制了所有東西 有時是難控制 我試過有一次 做一個下午的烹飪課程 10個男生 都是讀國際學校 大家想像到的分貝有多高 媽媽都離開 媽媽都離開 我反而更容易控制 我罵她 始終我是老師的角度 我會罵她 我會罵她們 我會罵她們 你們和我全部上位 坐在自己的位置 如果不是這一堂 是不會完 即是你要去那套 很害怕 如果不是 大家做得很開心 但開始會失控 十歲的小朋友 幾乎不失控 全部都是男生 有時有某些情況下 家長不在 我會比較容易控制到場面 但現在有幾乎 現在要去做什麼 因為我們始終有限時三小時 要完結的課程 如果你們全部都在失控 其實是做不完 永遠 那件事是不能入爐 不能下鍋 所以在某個程度 太過失控 你要控制他們 當然 每個小朋友 自己都是有嬉嬉 自我中心會比較重 在這樣的情況下 媽媽不是在這裡 反而我可以 要他們懂得 怎樣分工合作 怎樣分享 你們自己怎樣分組 最後一個好處 是沒有得依靠 因為我試過那些小朋友 有什麼事 就是看著我媽媽 當然沒有得依靠 她就要自己 要承受 還有要聽你說 她懂得自己 如何處理 例如臉上那天 有一個很貪心 可能我分配給她們 這一盒芝士就是你們三個人分享 有一個很貪心 就放在自己的盒子裡 因為這個情況下 你沒有媽媽在 媽媽在會怎樣 就會問老師拿 他們就會被她習慣 我沒有資源 就問你拿 其實他們有責任 如果媽媽不在 一早她的朋友就會說 你為什麼放在自己的地方 那我就沒有 他們起碼是 不是那一天會解決事情 但他們將來就會想 其實原來這件事 不是我用完的 是大家分享的 當然 在最後我都會給她 我都會給她 沒有理由 她放在她 我那碟意粉 一粒芝士 很慘 很淡 很淡 很慘 我會給她 在最後 但這件事 其實要先給小朋友 自己去了解 如何去分享 其實如果媽媽在 就會直接問老師 或者問同事 沒有我用完 那些資料 拿出來 其實小朋友的學習就是 我沒有資源 問 出商 不是問不對 但你要知道 其實 往往社會上的資源 不是無限給你 譬如你協商一下 或者要談 我心想小時候 進去公園裡 哪有 他們這樣說 明明是 你玩那個千秋 你還在那裡等人給你 沒有 然後談 或者打過 不要理會 他們沒有自己想到的方法 你玩五分鐘後輪到我玩 這不是自理能力 沒有人玩的原因 香港很多人都忽略了 其實廚房是一個很重要的社交平台 但香港沒有這個空間 如果你做出來 其實很好玩 你的商業模特兒就是 我們談得這麼開心 似乎已經 已經闊過一個純粹吃東西的地方 對 就是F&B 如果你的位置 人有外有 做一碟東西 給錢吃完就算 其實不是一本生意 你問我 是 跟你的工作是一樣 是的 但問題是 你自己的位置 你的市場定位也好 你的產品的定義也好 一定跟別人不同 而且客人上來的目的 你會有多種 對 除了你只是口味的基本 又有學習 又不是 托兒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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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你 譬如你朋友 或是成人活動 那些基本 都可以想像到 但因為你的身份 又或者是這麼巧 因為小孩子的市場又很大 你托兒爽爽 你也玩過高級一點 托兒爽 你明白嗎 有時候 又吃得中 香港很多家長 是很著重他們的小朋友 健康也好 這部份 令到你又多了 生意的客員 其實是否這個原因 令到你這間餐廳 都比較穩定 差不多很多時間 甚至乎一般人 沒有想過私房座 可以填到的時間 都填到 當然是會 剛才跟我講 如果純粹做私房座 或者純粹做 Coming Class會好些 可能都有日頭班 純粹做私房座 真的晚上 還有星期五、星期六、夜晚 其他可能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怎樣算 但有其他活動 或特別的活動 其他時間也有機會 可以使用 但是管理上 辛苦很多 因為多元化了 每一個客人 跟他溝通的時間 都需要長 但可能我本身自己不習慣 我以前是做VTEL的 都是食物的 一直都是和食物有關 我做VTEL 我都是見開人 每一天都是面對客人 所以我覺得 其實 如果要在這個行業 當中 要做一些personalized的事情 我想這應該是趨向 任何的產品 在外面 買一瓶香水也好 你看到 幾個味道 要自己混合 買任何的產品 甚至是化妝品 可能調整自己顏色的粉底 女士來說 藍絲 可能買相機 任何的產品 即是 個人花是一個趨向 因為每個人不同 大家都不喜歡去到一個地方 ABC餐 所以來到我這裏 我都沒有理由只給ABC餐 你選擇 所以 最重要的 這麼多種不同的食物 我都是基於一個概念 提供一個個人化的服務 嗯嗯嗯嗯嗯 但辛苦很多 對 煮食的個人化 相差很遠 因為 一般外面做的飲食 就是控制成本 然後就是量 然後有多少 一般外面做的 那種類型化 就比較大量 但在很個人化的時間裏 某程度上 再這樣說 我相信有一班 喜歡吃的朋友 我很喜歡找一些 這麼個人化的 因為要吃的食物很滑 還有一班朋友當中 有不同種類 剛才你所說 還有 之前跟Elisabeth聊天 他爸爸也會有一些 高血牙 糖尿病 對一些有特別需要的人 他也可以懂得如何調整食物 令大家健康 吃得開心 因為我自己有很深刻的經驗 有一次跟一個朋友去 就是我另一個朋友 施鳳賽的 我的朋友是有五十幾樣東西 是不吃的 不是沖 是敏感的 他不是敏感 總之是嘴尿都不懂 他只是朋友 我的朋友是受不了 他是煮了他那份 然後才煮我們 因為你所有的醬汁 你都是之後才下的 我真的很對不起我的朋友 你明白嗎 他都會煮 但其實他都是一些 不是叫做設計 起碼他都是特意 額外要處理 變成了 你又不是每個人都去到 這麼好心機 去招呼這麼獨特的人士 你明白嗎 但變成了 如果有一些地方 可以招呼這麼貼心 即是像什麼 我覺得有點像 大家可能 通常最遷就你那位是誰 還是你媽媽的 不一定的 即是即是 即是即是即是 如果你還是懂得煮東西 所以才會說明這件事 即是可能每個家人 知道你喜歡什麼 他會特別去處理 但這件事 即是自從大家出來工作 媽媽出來工作 或者可能少了這件事 變成好像 好像忘記了 原來可以自己有要求 即是同一時間吃飯 即是有不同的類型 因為剛才說的 很明顯是吃素 以及有相關健康需要的人 他就是 即是沒有辦法 一定要找的 但如果要遷就 就很麻煩了 你想想哪一個地方 又可以有 真的很好吃的素 或者叫做很好吃的素 即是不是那些 重覆的食物 還可以處理到一些 即是可能吃東西上面 要小心糖 鹽等等的人 相對的 相對地 如果要約他們去吃飯 唯有去 一些這麼獨特的地方 我想問Elizabeth 其實是否會這樣說 在香港地 反而這一類型 即是個人化 甚至乎可以照顧多層面的 一些食客 的一些地方 可以令你更容易突圍 而出 兼且市場是比較少的嗎 當然會 因為如果你去餐廳 你知道打好餐牌 即是不要說很特別的需求 好像我剛才說 吃素 可能已經選擇不多 有時如果你有朋友吃素 要不你陪他 就他吃素 你不就他吃素 你去一般的餐廳 可能真的沒有什麼選擇 只有兩個菜 有兩片葉 是的 已經很好 有些是 我曾經試過 因為我媽媽是吃素的 本來吃了十多年 我曾經試過去一個餐廳 找到沒有一樣東西 可以適合他吃的 所以 都有這個情況發生 或者你再 做一步 多些大家想吃 健康一點 可能有些朋友 可能有些三高 雜戒 糖尿病 未去到糖尿病 就是雜戒 那個情況 你外面吃東西 未必那麼適合吃 可以吃 但未必是適合你吃 不要緊 是因為這樣 我們有朋友 繼續 所以 在一個地方 所以我可以個人化 為客人設計 他跟我說 有 一半人是不吃牛的 可能他二十個人來 可能有八個人是不吃牛的 我都可以幫他想 一些菜式 是適合他們去吃 大家又吃得豐富 這樣去做 又或者是有些人有特別損擾 因為有時 我可能有些客人 就說 其實他可能有某一個朋友 他是有癌症的 其實癌症有很多東西 是不能吃的 可能有機會有激素 可能我用一些東西 用草子的牛肉 沒有激素的東西 甚至乎在一些蛋奶芝士上 我都要配合他們 沒有負責 等等等等 很多東西 有些有特別的需要 可能有些客人告訴我 他有一個朋友 是這樣的案子 我就會盡量想一些菜式 可以讓他們 他們都合適去吃 這個剛才阿Lisabeth說的 interaction 重要 對 跟很多不同 就算你有preference 才算 最後可能其他廚房 就是煮好給你的 反而是否他講日 最多的材料就是那些 反而反而 你固然可以recommend 在先 你這樣的情況 其實可以有其他選擇 他還沒想過 第一是他還沒想過 第二是他處理過程 就不只是食材那麼簡單 而是處理也有相關 你在處理過程中 他也可以參與 他也可以看到 甚至可以問問題 其實他 take home 的東西 是多於吃飯的 所以這就是interaction 的問題 不只是在主碟送眼斑 即是food preference 可能有 我看過最極端的個案 在法國什麼人都有 藝術家 他說他只吃白色 OK anything white 好有品牌 低空 something like that 總之是白色 所有的鐵都變成白色 白色的洋蔥 紅洋蔥 紅洋蔥不行 我要解多一種世界 這個藝術是藝術院 即是不得了 雞胸肉 即是雞腿肉 藝術院 另一回事 反過來好像Amanda 可能他有一個condition 他必須要戒某些東西 或可能那一陣子 他要調理身體 吃得某些或不吃得某些東西 是很多的 問題不只是材料那麼簡單 不只是吃了一頓飯那麼簡單 可能他自己發現 原來可以有另一種方法處理 例如你所說 例如麗麥原來可以扮肉漿 反正我家裡也有一批麗麥 原來你也是這樣做的 對 這樣做的 變成很多種很不同的 potential 飲食再加教育 我覺得多過一個出去吃飯的地方 因為小活動 沒有任何人拿走 沒有人記住那些菜式 還有叫做菜式 你不會煮的 但是去到你那裡 除了菜式之外 甚至你可以多建議 例如你有這樣的需要 例如禮物或其他東西 原來我來到 我除了吃了一個飽肚的一頓飯之外 我這裡也飽 因為我可以拿到相關資訊 對 他常說take home是甚麼 你給錢是食品 你不是只拿一個建產品 take home是摩地那一件 你會覺得很高價 還有某程度上 很多人的要求 我當然會說 會 他會覺得更想要多些 甚至當然 如果他們可以自己解決到 有時候我自己簡單單單 都可以做到類似的 也好 說真的 有時候 即使多麼忙都好 沒有食物 那怎麼辦呢 原來 我記得你今天說過 黎麥德 以前是白袖 原來我還可以用茄醬 裝飾 即使多了一個可能性 他會用另一個方法 想起你 其實有的 方向都會有很多 健康書等等的事情 但可能未必那麼貼身 還有你看文字 網絡 看影片 跟你煮出來 可以聞是兩個不同的感覺 所以對某些人來說 有多了一個可能性 就是 我這個 可能會怕我多了一個 新地方可以拿 除了吃飯之外 我可以去學習 加上 他的背景比較特別 因為牽涉到 除了做普通好吃的食物之外 還會有些 有特別需要的人士 甚至乎食食素的人士 因為這家的人 是注重健康 這個一定是大趨勢 就是西原萊斯當中 所有綠色的食物都好像 人士比了很多 整件事 而且是真的 很多人身體上 有不同類型的敏感多了 尤其是小朋友 敏感蛋 外國當地的花生 也有很多 近年說的 很多 甚至有些家長 不想給他吃那麼多 精製糖 但他們又喜歡吃甜的食物 相對地很難搞 你這樣買是買不到的 很多東西都要再處理 可能來了你那邊 你除了做得很好吃的資源 還有一些教育 媽媽你可以回去說 這些部分可以 家長都很喜歡學到東西 變成他就會很安心 會不會很多時候 人士都會回來 再回來 在你身上 除了吃了好吃的東西 就會學到不同類型的東西 會 第一 剛才說 有些特別的需求 例如一些無膚質的烤箱 其實我也有做過 當然是很少眾 也不會很多人很踴躍來報 因為真的有特別需要的人 他才會來 所以我就不是說很熱門的課程 我才搞冷門 我不會搞 但那些人呢 你是走不掉的 因為找不到 他真的沒有其他的選擇 他會來學 做一些無膚質的菜式 我是不需要用到 有小物有關的材料 我都可以做得到 可能他來學做這一類型的食物 回去我看到有些 可能他的小朋友 他不是自己敏感固醇 他是小朋友敏感固醇 沒有食物 很可憐 他就唯有自己來做 通常隱身什麼問題呢 可能敏感固醇 最容易見 可能濕疹 紅疹 超級誇張 很多人都是對這些致敏原 有敏感 隱身到身體有些問題 所以其實我在我的Cooking Class 我都會分享這些智想 因為其實我除了 我都是多重身份 除了我自己是一個教主 煮食之外 其實我本身也是核材料 我也有研究西洋草藥 我在加拿大 所以我都會分享一些小提示 吃什麼 我不敢說是食療 但是很多食物 我們說一些香草 食物 其實他們是有一個醫藥效果 例如肉桂 只不過大家吃得不夠多 可能大家吃蘋果批 一個蘋果批 可能半個茶匙 但那裡有十件 真的吃得太少了 有些人接受不到 有些人接受不到 其實很多我們的食物 香料香草 其實它是有藥用的效果 但我們吃得不夠多 我可以介紹給你 其實你可以這樣吃 可以用來沖飲飲 吃多一點 可以幫助有這樣的 藥養的效果 可以幫助到你 所以我都會在Cooking Class 分享這一方面的資訊 所以那些人都會有 多一點點的得著 除了煮一頓食物 資訊很過癮 真的很多資訊 我覺得整件事 食本身有很多資訊 你的資訊含量可以很強 你是不是注重另一件事 注重之餘就是 首先 他懂就不需要告訴你 你明白嗎 而且他懂不懂 他懂得告訴你 這是兩個重點 說到他的背景 因為你有教 也本身有做過 一些牽涉接觸客戶的部分 他的溝通技巧有很多 你明白嗎 有些師傅不出聲 或者說完之後 他習慣了很大聲 很難接受 他不會很仔細跟你說 你未必可以拿到你想拿的東西 變成是因為你的獨特身份 變成令到你這個獨特的廚房 變成有多方面的發展 令到整個生意模式 變成獨特了 說真的 生意最好當然是獨特 因為只有你有就最好 雖然說吃 但吃得另外有多功能 養的也有些 但小孩都可以過來 剛才說了很多 沒想過可以放一句 說真的 我到現在覺得托兒 這件事實在太好 很神經 太搞笑了 因為一般 可以托兒比大 十歲都不能托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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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說真的 我們想起枝皇材 永遠都會覺得 很小的地方 要不就是小的 很靜靜的 分開 但是很多年輕人 就要去這個景象 我要再 面對他先放下去 但是說真的 生意而言 也吃中了 因為小孩的時間 正正就是晚上 是啊 因為家長晚上消失了 基本上 我想問 燒頭早 有沒有特別的 可以 吃中盡 有沒有這樣 例如下午晚上敷了 早上會不會有其他 有的最理想 當然現實 現實做生意 沒有可能這麼理想 發生的 最好做生意的 總晚三場 有了 但是客人 是不是有呢 在這裡 所以反而 早上真的少一點 如果做到 可能就是一些 公司的訓練 我也有另外一個範疇 是做一件事 就是因為我本身 做過零售 這個背景 做過return management 就幫到我 有些corporate training 當然不可能是每一天 你已經很好 可能有遇到一些corporate training 接了回來 可能有很多人 他們一個團隊 80人 不可能80人 踩上來 大家站在那裡 不可能會失去 還有做不到活動 都是分批來的 所以有機會有些corporate活動 可能會上走過來 其實都不可能是早五晚 可能是上午來 都是叫做中午偏上午 變成晚上我都可以繼續做 可能他們會做一些team building的活動 我會用cooking class 來做一個工具 跟他們做一些training 做一些team building的活動去做 主要我都是focus做一些零售業的朋友 因為我本身自己做過零售業 大家有些共鳴 大家是交通起來 變成有一些日後的時間 不是那麼容易找到客人來occupy 除了我剛才說的那些太客 小朋友之外 另外日後想用到一個空間的情況下 我都會去接一些corporate training 訓練部分會有 因為一般的食肆 在一早五晚都會實在陷阱 除非有些小時 變成了如果作為私房菜的部分 很多時候都會面對上午的空椅 那個就真的白交租 但起碼你也好 你還有訓練部分 但會不會有人預約你的地方 你會租出去給別人 會 其中一個租場 無論是晚上 我都會有些朋友 可能只是想要一個空間 他不是想來學煮食 有些人可能好像 你已經是高手 世外高人 我不需要再學 有個廚房給我發揮就可以了 有些朋友之間已經是 我自小也是這樣 以前我一學校借學校的廚房 是不是 不用煮飯 他可以來租用我的廚房 一賤你的新手 有新手 他會想我的花神 可能用得著 因為 有廚房所有製品 例如爐具 廚具 全部都有齊全 你可以用的 如果你來中國的地方 你自己買一包鹽來 不會 自己托一包米 不會 你自己去找 我可以提供一個 基本 煮食需要的用具 你自己買材料 又或者 你想我幫你 訂賣材料 你自己來玩 自己來煮 亦都可以 所以 租場 都是我其中一個 收入來源 一個地方 因為剛才你說 高手 對 有些高手 不用學 例如 婚禮 有時新人 會想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對 會做這些 或者有些結婚照片 他們跟主食有關係 甚至有些可能會做一些經濟給對方 對 我也遇過有些是 很基本的 作一首歌 做一個MV 有些可能是真的為了對方做一些東西 他們可能中間有過程去拍攝那些東西 你會在一個地方 你不會在那一集很碰廚房 可能這些部分都會有機會變成 不用這樣 可能之後你也會很壞 因為婚禮市場比以前更闊 你想像拍照一樣 果欄也是一個攝影地方 事件裏面 平常都可以 對 因為整件事 大家猜粉 好像人鬼情味料 抱著猜粉 為什麼我會說出來 是因為試過 因為我以前 不是在我這個Cooking School 是在我以前飲餃的地方 有一對婚禮 他們因為煮食 不是Speed Dating Speed Dating 又還是Speed Dating 是普通兩個人 是不約而同 來上這個Cooking Class 認識了 發展成情侶 即是不是一起初訓 那時候就不是認識 正想介紹愛情顧問 然後他們真的結婚 結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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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結婚照 特意來預約Cooking School 回來拍照 所以是有的 就是人鬼情味料 大家抱著猜粉 就像韓國那些 韓國那些戲 經常說要做一些影響 那些 其實因為說真的 實際上是你多了一個 填補你上面的上奏空間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小粉絲黃菜 你不可以跟普通的地方一樣 那這些部分 可能有些書傳多了 或者brainstorm了大家 即是你要選場地 其實也有很多種 對於某一部分來說 有多個可能性 因為香港土地是一個問題 對呀 要找個地方 譚庭沒有地方 不要緊 就是大廚房 你弄給我吃 可能整件事 廚房才能看到 真面目 然後你會發覺 那些男士 其實做了出來 就像法國菜一樣 已經交了出來 然後女士又吃 即是以後可能 要帶一個女孩 去展示他那種特別的感覺 以前是帶他去高級餐廳 但我也遇過那些朋友 他說那些男朋友很沮喪 即是到門口的時候 陳小姐 很久沒見你們 那個男孩不知道怎樣 你們明白嗎 那怎樣做呢 那麽包在那裡 就只是給他吃 應該都不會撞了 對呀 都得死 整件事 他的勁力 沒有這麼過分 其實有一件事很過癮 Let's say 男女在香港 其實是少了一件話題 有什麼家科 你試一下 就算是很高級的餐廳 捉一個萬餐才算 有多可你說得出那一碟東西 是怎樣做的 你明白嗎 有可能是連小公子 我不會說的 首先我們有多可說得出那一碟東西 是怎樣讀的 對呀 我們猜你真的拒絕你讀不出的 即是你去那些真的叫做 即是你去一些法國餐廳 又或者一些地中海的餐廳 即是可能那個意大利餐廳 它裡面是意大利文餐牌 即是你想 然後你又說 局限了 大家叫來叫去 又叫去卡邦羅雅 為什麼 其他人不懂讀 此其一 他連怎樣點餐都不懂 不是在於懂不懂讀 不簡單 例如說 你那個組合合合不合 對呀 到底那些女士有沒有puffles 知不知道 還有配餐 怎樣配酒 其實整套東西在這裏 其實某程度上來說 都是一種table manner 即是照顧你的partner 到底今天吃什麼東西 怎樣吃法 有什麼菜 還有一件很過癮的事情 那些廚師不是不肯聽你說的 有些什麼要twist 有些東西是不適合的 這個可以怎樣改善 如果你沒有那個process 說難聽 你不會煮飯 你不會進廚房 你不會做這些事情 像現在的年輕人 基本上 他怎麼會知道 他連自己那頓飯 都騙了 大家可以吃 他吃什麼都不知道 都說蘋果 是有個紅色皮嗎 怎樣照顧人 怎麼照顧人 不是粒狀嗎 蘋果 我們要求 到你那層次 可能再高一點 最基本的就是 由那些基本 manner 開始 慢慢 讓他有些生活 起碼有些生活情趣 大哥 原來兩個人切蘋果是可以的 還要切不斷 是有的 中國人有不同的說法 這些事情 我想是 回到很落地 接觸真實的事情 我經常覺得 倒閉著好還是不好的事情 背後都有意思 還有他們這班年後 會再成長 會再面對他們的真實生活 除非如果去到那一刻 已經是完全IT化的 就沒得說了 沒有可能 我們再三短都能否看到 但未去到那部分 或未想到那麼遠 麻煩回來 真實需要 還有他們的生活上 要踏踏實實 原來香港的私房座的地方 很多東西可以學的 這個世界 有東西可以學 有東西可以學 還要有三個人 欠一塊的粉 哈哈哈哈哈哈 怎樣去商量 又怎樣 其實這是一個小小的危險 怎樣也好 其實是一個好事 我想大家都知道 原來私房座的做法 是可以這樣做 不只是 我要漂亮材料 煮好食 完 可能太多了 如果今天我們嘉賓 他的背景這麼動特 他拿到背景的特點 然後放在自己的生意上 可以做到一個這麼獨特的地方 我覺得像一個平台 變成有很多東西 加加密下去 又可以吃又可以學 又可以有不同的關係 哈哈哈哈 多麼好呢 所以大家如果想著 我其實都很喜歡煮東西 想像做私房菜 在那裡 struggle 不知道怎麼辦 的話 可能多一個方案 從我們嘉賓身上去學多一點 有一個狀況 其實可以加入客廚師 也是 自己未開檔前 學一下怎樣運動 廚房 挺好啊 歡迎 即是上班 兩個禮拜 那些 歡迎各界 廚師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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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對你來說 我可以兩個禮拜 另外是 有一些朋友 其實上班店的概念也一樣 你要試 試一下 你們是否受不了 自己是否受不了 客戶群又怎樣 即是要拿配備都需要 但如果你自己找個地方 最重要是否有這麼大的廚房 大哥 真的成本很高 說實話 除了地之外 我想你工具也不少 這是挺難 即是喜歡煮東西的朋友 現在廚房尺寸多大 一千尺 一千尺 不容易 因為有時候 我有一些朋友在家製的 他做蛋糕 我看到他的焗籠 我第一次反應 可以把人放進去 真的超大的 你不是一般人會有的 即是某些爐頭火氣 一定要回到上下 所以如果你真的 剛剛想試一下 剛才這個建議 就可以去找他 各位放心 我在我們的靈光幕下面 有他的資料 自己找他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很開心 我們聊聊天 以及了解了一個 很有趣的私房趣的營運模式 希望下一次我們 上這裏 吃一瓶 吃一瓶 你戴現身手 對 你戴現身手 那些吃完真的告訴你 怎樣做 你喜歡說的 那我這些負責什麼 就坐在這裏吃 好 希望下一次我們可以上來 好 謝謝各位 拜拜 拜拜 拜拜